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借贷方式以及反应方式 首先介绍混借方式 所谓混借的方法 是在做创词的时候 所创造出来的词 出现两种不同的语言 比方说 阿美族语的中央政府 这个词 Dabang a Sifu Dabang是族语 Sifu是日语借词 这两个混合出来所创造的词 泰亚族语的电影 Naya Ega Naya是族语 Ega是日语借词 所创造出来的词 Kana Kana副族 记者会 这个词会 Makari Kari Gaisha Makari Kari是族语 Gaisha是日语借词 所创造出来的词 台湾族语的媒体 这个词 Simbun Gahtua Ega Fenergafengat Simbun是日语借词 Ega是日语借词 Fenergafengat是制造 族语词 所创造出来的词汇 接下来介绍的是 直译方式 所谓直译的方式 就是直接把中文的意义 直接翻成族语 比方说 少族语的手机 这个词汇 Lima wa Dangwai 就是手加电话 周族语的自制 这个词汇 就是自己加管理的意思 接下来介绍 音译的方式 所谓音译的方式 就是直接采用外来语的音 然后不做任何的变化 比方说 健保 这个词汇 雅美族语说 Junba Sagalaya语说 Junba 陆凯语说 Junba 比方说 公司 这个词汇 赛夏族语说 Goshi 阿美族语说 Goshi Sagalaya族语说 Goshi Taya族语说 Goshi 另外 电脑 这个词汇 赛夏族语说 赛夏族语说 Gambuta 使用音译的方式 接下来介绍描述的方式 所谓描述的方式 就是来描述形容一个人 或一件事情 或一个东西的特征 比方说 赛夏族语的 交流道 这个词 Elu Besuai 解释成 分开的路 的意思 赛夏族语的 至公 这个词 Bureka Hihira Gamama Tawai 解释成 丢掉时间的工作者 亚美族语的 忧郁症 这个词汇 Maru kao su Naga Nagam 沮丧的心 的意思 Laru'a 族语的 博物馆 这个词汇 Ai Ai Falana Falifina Gi Ari Ari 解释成 收藏 古老东西的地方 Sagiraya 族语的 科技 这个词汇 Itu Kunai Ku Dinun 解释成 在顶尖的 知识 悲难族语的 小耳朵 或者天线 这个词汇 Sama Sileb De Dinu Atao Na Salae 解释成 正在吸收 画面的线 布农族语的 高铁 这个词汇 Mai Fibiscaf Du Lailai Sabut 解释成 特快的 火牛车 铁铁鲁铭族语的 手机这个词汇 解释成 攜带的用来说的线 接下来介绍 反译的方式 所谓反译的方式 就是不按照正面的意义去解释 而是反过来解释 但是不脱离它的本意 比方说 格玛兰族语的自由这个词汇 Mai da par 解释成 没有为助的意思 以上所呈现的各族语的创始方法 来用给各族的性质讨论小族 作为创始人 参考以及方向 如果谁可以再来招待 要请记住